超級小英雄 Lulat 實驗室 時間到了 今天的議題大家非常的喜歡 因為要教你如何做出自己可以吃的安心的油 很重要 請到我的Partner 阿凱老師 嗨 我是阿凱老師 得力小助手安哥哥 你好 以及重要的老師 佩妮老師 大家好 我是佩妮 佩妮老師 最近食安的問題真的很嚴重 從去年到今年好多油幾乎都碰不得耶 對 沒錯 所以今天就來教媽媽 如果你真的很不放心外面的油 怎麼樣簡單的來自己做 自己家裡面吃的油 今天所需要準備的東西有哪些 先讓媽媽們抄起來一下 好 今天要的東西很簡單 就是你去跟外面的豬肉攤或者是超市 它都會賣像這樣子 直接叫做豬油的 或是它豬皮下面那一層 對 白白的肥肉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五花肉 瘦肉跟皮之間的那一層 那有些人可能不喜歡 甚至有些地方可能它都只有油的話 他們就會把它剃除下來 對 它通常就是會把這一層呢 它直接會把它剃除下來 然後它自己就會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有些會單獨賣這個 那有些呢 或者是比如說你在做料理的時候 你不喜歡這個白白的肉 你也可以把它切下來 然後自己把它來做成豬油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我媽媽都是把多餘的油 切下來 然後還會加蒜頭 加什麼蔥下去 爆一些有香味的豬油 對 沒錯 其實那個剛剛可蘭講的那個方法 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對 然後剩下來的那個渣渣 他們老人家還會可能放在飯上面 放在哪裡吃 對 那其實非常非常好吃 講 大家都想要流口水 想要吃東西 那我們今天講的呢 因為畢竟有些媽媽要教小朋友做 用炸的 用煎的 可能小朋友不太會對不對 對 不是 而且通常那個油煙都很重 就是其實油煙太多的話 對我們肺也不好 對 沒錯 那我們其實今天教的方法簡單一點 而且可以親自做 非常簡單 那我們只需要電鍋 跟剛剛講的這一個豬油皮就可以了 好 那首先呢 我們需要把這一個 這個豬油呢 好 我先把這個拿出來 好 你把它把它拿出來之後呢 對 最好是把它攪碎一點 你就可以 就是在家裡用切 或者是你直接在豬肉攤跟他說 你要買豬油 對 然後請它幫你攪碎 它如果可以幫你攪碎那當然最好 可是如果你通常去大賣場的話 你其實通常是沒有辦法攪碎的 對 那你就自己要把它切碎一點 那切碎一點之後呢 你就把它放到電鍋裡面去蒸 好 像這個樣子 好 把它放到 所以是 問題問題 先越碎越好嗎 對 越碎越好 好 對好 把它放到電鍋裡面蒸的時候呢 然後要記得外面要加水 大概加四碗水 四碗水 大概就一碗大概一杯半 我們就像這樣子加水之後呢 好 大概加四杯水之後 四杯 那記住這個裡面呢一定要蓋出來 好 不然你蒸的 蒸的水氣其實會不小心到那個 我們的這個豬肉裡面去 這樣就會被污染了 對 而且不是 就是你在蒸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如果把它蓋起來 你的整個鍋子都會弄得油油的 就是它的鍋蓋跟鍋子裡面的邊緣的地方 是 是 對 好 那另外一個是為了純一點的話 其實蓋起來是最好的 好 那當我們把它蓋起來之後呢 好 就這樣蒸 那等它跳起來之後對不對 好 跳起來之後呢 好 我們現在那個 跳 跳起來了 對不對 好 那把它打開 好 這個上面大家會看到 原本這樣子的肉呢 這樣子的肉它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對 這個就有點像是吃滷肉飯 有時候浮在上面那一層的那一層 對 沒錯 而且你看 它聞這個味道其實很香 對 就是豬肉煮熟的肉香 對 然後這樣子的肉呢 好 我們就把它拿來過濾 好 像這個樣子 滷一下 拿一個大網子 對 所以通常其實你把 你把這些豬油蒸得越透 它的油會跑出來的越多 因為剛剛為什麼蓋鍋蓋的原理 其實就是怕說到時候你 蒸出來的豬油如果有水氣的話 你在下鍋的時候 它其實會有一些油爆的部分 而且這樣其實油會沒有辦法保存的太久 對 那這個是用蒸的方式 那其實外面其實很多會是用炸的方式 對 炸的其實它的顏色會比較深 很快 然後它保存雖然可以比較久 但是有些人其實不喜歡吃太 就是它那是高溫處理過的油 所以就比較難 對 會比較燥 對 那像這一個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立出來的 清爽的豬油 是 然後到時候 我們把它冰起來的時候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你要用的時候 其實就這樣子挖一瓢 對 就可以自己用了 對 就是 至少自己吃起來比較安心的油 對 沒錯 沒錯 那 其實現在有很多 爸爸媽媽媽會問說 那我們的油到底要怎麼檢驗 安不安心呢 是 那其實我們真正油裡面的成分 要去檢驗其實沒有這麼容易 對 不是我們自己就可以去檢驗出來的 你其實要經過很多一些 比較精密的儀器去測試 是 那坊間有賣一種柿子呢 它是可以測試油的品質 但是它的品質只能測說 這個油是不是被炸過之後 已經炸到變質的油 因為如果你是 炸過很多次的油的話 其實它裡面會有很多的成分在 對 它這個油會變酸 那它這個酸其實跟我們 一般喝那檸檬的酸是不一樣的 是 因為檸檬的酸雖然是喝起來酸 但是它要經到體內是鹼 對 它那個 它的那個鹼是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變成 在我們身體吸收之後 它其實不是酸的 是不是這樣說 應該是說 你講的那種是中醫的方式 是 就是它對身體來說是鹼 可是其實 當你問酸 合進去還是酸的 對 其實還是酸的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的酸跟這個 跟這個油 這個油是我完全沒有炸過的油 就是一般乾淨的油 一般乾淨的油 那這個其實是跟那個 四助餐老闆 他炸那個豬排完之後 要的 對 要的 那這個是你拿哪一種油 我是拿一般的那個沙拉油 對 好 那其實首先你可以先聞聞看 它的味道其實就不太一樣了 來 有人敢聞嗎 這是一般 這就是油味 一般的油 這個 我聞到了蒜頭啊 炸粉啊 肉味啊 是 是 綜合耶 很多東西在裡面 剛剛可燃姐其實講很可惜 其實它已經有點酸酸的味道 對 有點臭臭的 到後面餘味的部分 好 那當然我們不要這麼殘忍 對自己這麼壞 每次都要去聞那個油 是不是到底臭臭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的油呢 我們沾下去的時候 用這種柿子呢 你看它會呈現 對 那如果 當這個油已經炸到 越來越變質的時候呢 它其實會呈現 黃綠色的樣子 它不代表它已經 它不是因為沾的上面的東西 變成這樣顏色 而是它 從柿子上面 弄起來的這個顏色 我們都把油擦掉了 那這個就可以去測試 如果你家比如說 常常是在炸東西的 你想要把這個油給流起來 不要覺得太浪費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柿子來測測看說 我的這個 油到底有沒有變壞 對 那是不是還可以繼續用 或者是 有些人呢 他會想要測測看說 我平常是很愛吃的雞排 雞排店的老闆 到底有沒有天天幫我換油 他就會把它拿來測一下說 這個 這個油是還可不可以用的 但是我想問 如果是我們想測一般雞排店 那我們買回來 它袋子底下都會有一些油 可是它不會加了 因為肉汁而因為去測 會變不一樣 它只會對油有反應而已 不會對我們的肉本身 可能流出來一些東西有反應 它 你說肉流出來那個其實是水分 所以其實不會 對 你可以吃吃看 可是其實這個還滿貴的 這樣一百 這樣子一百跟 大概就要一千五百多塊錢 對 所以如果不是那個 它其實 對 就是因為它的準度會比較好一些 那種 你要買國外進口的 或者是國內進口 其實都不太便宜這樣子 那像我們以前在學校做實驗 有一種是算在嘴巴 然後拿出來測酸鹼值的 跟這是一樣的嗎 不一樣 它那個是測一般的酸鹼 跟油的酸鹼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是專門測油的就對了 對 沒錯 所以今天我們教的就是教大家 如何在家裡自製 不是用炸的 是用蒸的豬油 那準備的東西呢 那我們聽老師再重複一次 好 我們只要準備電鍋 是 然後還有這個白肉 然後跟水 然後還有這個濾網 是 這樣子就可以了 白油啦 白豬油 對 白豬油 然後 那我們把它拿去蒸的時候 記得要有蓋子蓋起來 那這樣子才不會污染這個油 跟污染的鍋子 是 因為像整豬油的話 它就是必須越碎越好 然後如果沒有蓋子的話 你也可以用錫脖子把它薄起來 對 沒錯 那最後呢 我們天老師 有禮物要送給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對 我們今天呢 你只要看我們實驗的東西 你只要寫出兩項 我們今天實驗的器材 就可以得到清美的小禮物囉 所以是從電鍋 寫到最後測試的地方都可以嗎 對 沒錯 好 所以知道的朋友們 趕快到我們的粉絲團來留言喔 謝謝天老師 今天也謝謝我的小幫手安哥哥 現在進行下一個單元